大家好,我是徐广彤 上一期提到金鱼带给人们的第七种乐趣 那就是求鸡求财的乐趣 中国人养金鱼心理上求个年年有鱼 因为家里有鱼,就代表家里有富裕 养鱼还要有水,有水就代表有财 鱼盆里也不能只有水和鱼,还要种上莲花 这就成了升级版,叫做连年有鱼 另外,金鱼的谐音是什么?是金鱼 谁不喜欢金鱼漫堂?这可是大富大贵的代名词 中国人为了养金鱼带来更多的吉祥和财运 还制定了一套严谨的规范 用什么尺寸的盆,讲几条,养多大的鱼 什么品种,什么花色,不但讲究,而且非常有乐趣 那么金鱼带给人们的第八种乐趣是什么?我们下期接着聊 之后,我们下期接着的另一个 cosine